罗伦自一正 道义所在必定毅然去做 一生中善行累累 哎呀 这么多果子 哎 罗伦 你站在那干什么呀 还不快过来一起捡果子吃 是啊 这果子真好吃 你不想吃吗 我也想吃 可是没有果园主人的允许 怎么能随便吃呢 这些果子都是掉在地上的 咱们又不是去摘树上的 怕什么呀 掉在地上的 也是从别人家果树上掉下来的 我听说花田不纳铝 底下不正观 你们这样做是不对的 没人看见的 吃一个尝尝吧 我不要 没人看见就更不能这样做了 没事 尝一个吧 罗伦 虽然出身寒冷 但小小年纪的他 已经开始彰显德行不凡的一面 为了帮家里维持生活 小罗伦 每日还要 打财放养 哎呀 好饿呀 罗伦 你饿了吧 今天我带的馒头 给你一个 我娘今天早上给我烙的烧饼 闻闻这香味 你尝尝吧 谢谢你们 我带吃的了 罗伦 你看天儿多好啊 咱们去那边玩吧 是啊 咱们去那边玩玩吧 我想看会儿书 他不去 咱们去吧 好吧 等等 快点 人不知而不韵 不义君子乎 人不知而不韵 不韵 不韵是什么意思啊 这不像我 还要追啊 罗伦 你看他们玩的多有意思啊 你也来玩玩吧 三人行 必有我是焉 择其善者 而从之 其不善 小罗伦 在朗朗书生里逐渐长大 明朝成化二年 适逢会世之期 罗伦 赶往京师赴考 少爷 您看 前面有一眼山泉 少爷 山泉真甜啊 少爷 您饿不饿啊 你这么一说 还真觉得腹中有些饥饿 哎 走了十几里地了 竟然连一个歇脚的驿站都没有 再走走看 或许前面就是了 少爷 您看这方圆旗里都没有人家 看来只有红薯冲击了 也吧 咱们就挖几块红薯冲击吧 好的 少爷 您在这边等着 小心点 别采坏了人家的田 知道了 少爷 少爷 您看 这红薯可真大 少爷 您这是 咱们吃了人家的红薯 总得给人家留下红薯钱吧 哎 不就几个红薯吗 况且这里荒无人烟呢 怎么会有人看见呢 此言诧异 难道你忘记了君子必胜其毒吗 这 天不早了 咱们还是快些赶路吧 是 少爷 这天 这天气 少爷 您等等我 少爷 您看 查摊 嗯 来 喝好了吗 嗯 那咱们继续赶路吧 少爷 咱们刚刚坐下来 再歇会儿行吗 我怕您累着 我不累 咱们还是加勤赶路吧 今天必须赶到下一个驿站 那让我再喝一碗 我太渴了 老婆婆 您因何事哭泣 本想摘些野菜 可是我老眼昏花 腿脚不听使唤 一片菜也都没有找到啊 那您家中可有儿女 少爷 四弟 咱们人生地不熟的 还是赶路要见 走吧 您有何难事 我扶桑不多久 儿子上山大柴又摔坏了腿 没有钱给我儿医治 家中也没有了口粮 这家伙怎么办呢 老婆婆 您就只这一个儿子 我没有女儿 这个儿子也不是我的亲儿啊 不是您亲儿子 那您的亲儿子呢 我老婆子命苦啊 四十多年前的元宵节 我带儿子去看花灯 可谁知道 老婆婆 你慢慢说 谁知道那天的人那么多 儿子要吃汤红了 我刚付了钱 可一转身 孩子就不见了 那孩子找到了没有 哪里找得到啊 回家后 我便挨丈夫一顿责骂 自认羞愧 便离开父家 这二十多年 我四处打听儿子的下落 后来人老了 身子骨也不行了 开始讨饭流浪到此地 一日我饿倒在大街上 正好被我这个儿子救了起来 就是这个受伤的儿子 是啊 他也无依不靠 就任我做了干娘 那您一直没有您亲儿子的消息吗 都找了四十多年了 可是一点阴心都没有 您儿子有什么特征吗 我儿眉毛中间有颗红质 看向那还说是当官的命呢 谁知道 韩恩如今好容易认了一个肝儿 又摔坏了腿 少爷 走吧 公子 您这是 老伯伯 这些钱您拿着 给您儿子治病 再买一些粮食 等您儿子腿伤好了就没事了 这可是不对啊 少爷 老伯伯 您就收下吧 您儿子的腿伤可不能拖 少爷 咱们盘缠不多了 不要多嘴 老伯伯 您这是干嘛 赶快请大夫给儿子治病去吧 公子 你是我们家的大恩人啊 老天爷会保佑你的 少爷 您怎么了 今天咱们先住吧 可能过后几天就住不起一站了 为什么 我们的盘缠不多了 少爷 天无绝人之路 你说的对 大丈夫不应以这点小事而气气惶惶 咱们此行事以停事为重 不应为此等小事而悠烦 少爷 您看 有了这个 咱们这一路上不抽吃住了 你从哪来的金主 您记不记得五天前 咱们经过山东的时候 咱们这边 少爷 等等我 少爷 我看这镯子怎么也值几十两银子 用来贴股我们的盘缠 绰绰有余啊 是不是 少爷 石金思藏 位置贪婪 人吃鬼称 六亲无言 你怎么能这样呢 你难道忘记了平时陪我读书 学到的圣哲先贤教育我们做人的道理吗 你我二人速返山洞 找到那一户遗失金拙的人家 予以归还 如此才能弥补时而不还之作 少爷 这不行啊 知错不改 你 少爷 我知错了 但是您想想时间啊 我们返回山东 在附近会市 路途遥远 这一来一回只怕遗误了少爷的口气 岂不徒劳此行啊 这金拙多半是丫鬟女仆们不小心一事的 如果我们不速速归还 一旦主人家拷问起来 岂不有人会因此而受责罚 轻则赶出家门流落街头 重则告上官府受牢狱之灾呀 要是丫鬟女仆们不经拷问 命丧牢中 闹出了人命 这是谁的过错造成的呀 我宁愿不参加会市 也不能因为我们的过失 使人含冤受责 死于非命 少爷 我知错了 从今以后 我一定去除贪念 重新做人 绝不负少爷的良苦用心啊 好 那我们赶紧上路吧 罗伦和仆人 一路披星带月 不避风雨 日夜奔波 赶往山东 满口胡言 难道那金拙 会自己长出翅膀飞 走了不成 老爷 您比责怪妇人了 都是我不好 那你说 那金拙到底在哪 我确实不知道 你可知道 那金拙是我家 传了三代的传家之宝 怎么说不见就不见了呢 老爷 维琪知道那是传家之宝 但不知道是怎么弄丢的 那么贵重的东西 戴在你手上 你连怎么丢的都不知道 你还有脸在这儿哭 维琪知错了 知错有何用处 我怎么知道 你有没有把金拙 撕赠给别人 你真是至家无方 老爷 我没有啊 老爷 错都在我 求您别责罢夫人了 你也有脸说这话 我马上将你送到衙门 让官法办 致你一个偷窃之罪 老爷 老爷 不要啊 小兰自幼就来咱家 情通家人 怎会做这样的事情呢 老爷 就是这家 来了 找谁啊 我们找你家主人 你还帮他说话 看你们两个的样子 我就知道你们和谋不轨 若不赶快从此招来 我把你们一个修出家门 一个送入大牢 老爷不要 老爷 有人求见 还愣着干什么 还不赶快下去 是 小生拜见庄主 你有事吗 先生 请问您家 是否有遗失东西 是啊 丢了一只金镯 你是怎么知道的 在下罗伦 正是来归还金镯的 什么 您遗失的 是不是这样一只金镯子 先生 请过目 怎么在你这里呢 这 这是怎么回事啊 说来惭愧 数日之前 我和家仆 经过您家门前 仆人识得这只金镯 竟然私藏起来 直至三天之前 才告知此事 我马上同他原路返回 小的一时起了贪念 不应将捡到的金镯 占为己有 忘请原谅 都是我教导无方 现在完毕归照 使得金镯迟还之罪 还请谅解 哎呀 这 罗公子 您 哎呀 好了好了 镯子回来就好了 快让他起来吧 让他起来吧 快起来吧 还不感谢庄主 谢谢 谢谢您的不择之恩 你要谢仙妮家公子才对 他的青年正职 救了我们大家呀 快 快去叫夫人出来 告诉他 镯子找到了 是老爷 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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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这是 夫人 你怎么如此想不开呢 你要是走了 小兰可怎么回呀 小兰 都是我不好 没有能力保护你 又恐遭凶器罪 蒙此不白之缘 我还有何颜面见人呢 夫人 夫人 这蜘蛛子已经找到了 真的 真的 有人给送回来了 夫人 太后 恩人 恩人 快快请起 罗公子 罗公子 您是我们家的恩人啊 要不是您的青年仁义 我 我可能迁怒于他人 这种家破人亡 哎呀 请受我一拜 谢谢您 别这么说 是我平日疏于教导 才致使家婆犯下私藏之罪 其坚之责 我难辞其咎啊 哎呀 哪里 哪里 您的儿子 何有什么特征 我们眉毛中间 有颗红质 呃 这位仁兄 有句话 不知 当讲不当讲 胆说无妨 我在路上遇见一个婆婆 她曾经有个儿子 在四十多年前失散了 她说她儿子的眉心 有颗红质 啊 公子 呃 你不但救了我夫人 和下人的性命 还帮我找回失散四十多年的母亲 如此大恩大德 这辈子也报答不了 我明日便打点行装 去见母亲和那位恩人兄弟回家 这点心意 就请你收下吧 仁兄 不要这样 此乃为人之道 不足为心 在下还要赶路 就此别过 望兄台和嫂夫人 珍重 后来 罗伦赶上了会事 并重状元 怜乃德之结也 人心君子必获福 罗伦时今不媚 人数心长 忧虑体念施主 念念发自至诚 故罗伦才能大亏天下 而他青年不贪的风范 也因此流传千古 赶葬 第二次 师傅 三年下 鑫